國防部的共機動態 在昨天 共機有十架次進入到 我方的防空識別區 青州運巴反潛機 還穿出了巴士海峽 來到我方的東部空域 在空軍廣播區裡的時候 還被共機回艙 軍事民在今天 記錄到好幾次共機 傳入到我方的空域 帛琉總統訪臺 美國駐帛琉大使 寧約翰也同行 似乎讓中國不太滿意 軍事民記錄到三十號上午 共機至少三次 入侵我空域 遭到空軍廣播驅離 共機不只連續擾臺 國防部二十九號 也發布共機動態 包括一架空警五百空中預警機 一架運巴反潛機 四架殲十六 以及四架殲十 侵入我防空識別區 其中運巴反潛機 還穿出巴士海峽 深入我東部空域 甚至空軍廣播驅離時 被軍事民記錄到疑似 回嗆我軍的話 日本綜合幕僚 建博二十九號也發布 中國一架Y9預警機 和一架Y9情報收集機 穿越宮古海峽 進入太平洋 結合臺日情資 外界研判 共機航機 可能在臺灣東部外海 會合 形成包臺 國防部強調 共機動態都有掌握 但面對共機意圖 讓國軍疲於奔命 國防部調整應處作為 從早期派出優勢兵力 改為以相對激情應對 最近則主要以飛彈追苗 要避免弱陸消耗戰 雖然臺海周邊動態都有掌握 但二十二號發生的F-51戰鬥機擦撞意外 尚未飛官潘隱尊仍然失蹤 國防部強調 授救沒有停止期限 而停飛執行特檢中的空軍機隊 除了F-5戰機規劃四月初 復飛之外 其餘空軍飛行部隊的所有機種 三月底前復飛 記者郭彩林之間 台北報導